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要具备正确的判断力 才会做对抉择 那一个人是不是生下来就会判断 他要透过学习 他才能够形成判断力 才能下对抉择 而这个判断力 要取决于他的理智 智慧 他才会下对判断 假如没有智慧 没有理智 就有可能会意气用事 所以俗话讲后悔莫及 后悔都是后面才来悔 就是下错抉择 下错判断 所以一个人何时要具备理智 什么时候 理智要学多久 活到老 但是理智要越早建立 人生才会下对重要的抉择 请问理智从哪里学 现在很多人读很多书 有没有理智 现在有一个病叫忧郁症 很多忧郁症的人看的书可不少 越看越怎么样 你们怎么都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代 连选书都要有判断 现在知识爆炸 很多小孩看错书 有一个孩子去看 才五六岁去看心理学 本来都跟他的妈妈讲 妈我要一个弟弟 都这样跟他妈妈讲 结果看完心理学的书 马上跟他妈妈说 你不能生弟弟 因为假如你生了弟弟 你就会比较不爱我 看书好不好 你今天出去可不能说 蔡老师说看书不好 话要给他讲完 看对书才好 看错书啊 无难 各位朋友 一杯清水 把一滴墨汁滴下去 时间才一秒 懂 请问你要花多少秒 才能回复到 本来的清净状态 多少秒 可能十倍百倍 所以孩子的思想 假如污染了 你要花更多倍的时间 把它清出来 所以我常常 有时候跟一些同事聊天 那些同事说 哇 某一些综艺节目 真好笑 笑得我都会要 躺在地上 我都会跟他说 我说你看那些主持人 在挖别人的隐私 在拿别人开玩笑 你觉得他做的对不对 他说当然不对啊 那你觉得很好笑 你在那里笑的时候 你儿子在旁边陪你笑 他知不知道对不对 他觉得爸爸觉得很好笑 那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孩子这耳濡目染 对别人的言语 轻慢 对别人的言语 会有占便宜的倾向 会乱开玩笑 当你已经发现 他讲话没什么分寸 再要把他扭回来 就很累了 便是如是 书籍的内容 亦如是 最近很畅销有一本书 叫穷爸爸 应该有人看过吧 有一个家长 看了以后很高兴 跑来跟我说 他说蔡老师 这一本书真有效果 它可以让我懒惰的女儿 瞬间变成勤劳的女儿 这个特效药有没有效 真有效 他跟他女儿说 女儿啊 帮我拖地呢 给你两块人民币 帮我晒衣服 给你两块 帮我洗碗 给你三块人民币 哇 他女儿本来懒痒痒的 突然 变得很有精神 变得好像 不持劳苦 开始工作 有没有效 你看哦 那个特效药都很好笑 很有效 你看那个感冒 流鼻涕 马上 针打下去 要吃下去 五分钟 十分钟 见效果 有没有效 我们现代人 都很喜欢特效药 所以你看 为什么很多人 会被那一些神棍骗了 他夫妻关系不好 都已经十年 二十年 结果这个人跟他说 你马上呢 烧一些纸钱 做哪一些动作 马上保证你夫妻变好 都很希望吃特效药 都没有考虑到冰冻三尺 有没有理智 这位家长 过了一两个礼拜 又来找我 他脸色不大好看 他说蔡老师出状况了 我就问他什么状况 他说今天啊 我跟我的女儿说 我说女儿啊 今天啊妈妈很累 你啊去帮我把 已经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妈妈给你两块钱 他跟他妈妈说 今天我也很累 我不赚啊 他突然警觉到 这一副特效药 已经流露出副作用了 各位家长 家庭是不是产利益的地方 不是啊 你已经把功利主义啊 带到最温暖 最祥和的地方 都被这个功利主义席卷了 家庭是教付出的地方 家庭是教感恩的地方 家庭是教认知本分 懂得尽本分 懂得尽孝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理智的判断 你才能够防止书籍里面不正确的知识 才能防止孩子受到这些的污染 抱歉 我一定要试图